哈囉大家好 我是紅月娜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中十級模組生存 滾開啊你 好的觀眾 我們上一集呢 不就是巡抚了這個閃電龍嗎 對不對 然後呢 也將我們的任務給全部都解完了 那接著 其實我發現 前面有一個任務已經就是要重解了 因為版本升級的關係喔 他這個模組好像 差距很大的樣子 事實上他這個任務也是 叫我重建一次喔 OK 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這個地方看一下喔 這個任務目標呢 是說 要我們做一個 光明與黑暗的箱子嗎 然後他說放在基岩層 然後用右鍵點就是了 是不是 喔 之前的話是我們可以直接點啦 因為他破壞了很多地形 有新的石頭 然後我們這次要直接做出來 是不是 那我們的話就是要用這個 冷身石有沒有 然後加 鎖鏈以及黑曜石來做 等一下 我現在忽然有不妙的預感耶 這樣子我們往下走的話 不就會 等一下等一下 我印象中這個模組他 他改變了很多的地底地形耶 我來看一下 喔 完蛋了 下面變虛空啦 而且我印象中以前沒有什麼冷身石這種東西 所以說我可能要 飛遠一點吧 可能到叢林那邊去找喔 因為叢林那邊是新生成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冷身石 總之 我們先去看一下好了 直接就是來這個地方有沒有 然後垂直往下 喔 告訴我們目前挖到這邊就是基岩喔 有沒有 正常的世界應該要長這樣子的 就不會有一個一個一個洞的喔 我們要找的石頭是在這裡嗎 我其實不確定耶 還是他是特別的石頭啊 照理來講 應該是會在這附近才對啊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真的還要再去找了耶 然後我還挖到奇怪的東西耶 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那個白金的樣子喔 這個不重要啊 但 雖然是這麼說 我們還是多挖一點好了 因為我加這種礦蠻少的 不行耶 各位 我挖滿場的 但還是找不到耶 還是我挖太深了 他其實沒那麼深嘛 我還特別去查他到底會在哪裡耶 好像就是主世界的深處而已 但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算了 總之我們就繼續挖啦 挖到找到為止好不好 其實我怎麼那麼難找啊 喔 找到了 結果這個是嗎 欸 不是這個啊 這個很像 但不是這個 他不是同模組的啦 但我要找的不是這個 而且這個還挖不起來是這樣 代表說這附近是有的 但要找是不是 OK 那我們繼續挖 喔 找到了 找到就是這個 所以 喔 這什麼鬼地方 哇 這邊是一個大洞窟耶 走開啊你 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擠了什麼 總之 忍生石在這裡啦 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我們直接挖起來 然後 我們要收集三個嘛 應該是三個就行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先回去喔 還好我死被我帶過來 直接在這邊插回去 OK OK 那我們材料準備好了嘛 首先我們就先做個鎖鏈出來喔 要做兩個 有了 那接著就是 黑曜石這樣子 鎖鏈兩個 然後加上這個 冷生石 就可以做出光明與黑暗 這個還有翻譯耶 那接著我們是要帶著這個 光明與黑暗到最底下去吧 就到地底深處的位置 欸 好像不用欸 我做完這個他直接可以解了耶 然後我就拿到第二個補給營地了耶 懸賞版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這些證物是新的東西是不是 我先放著看看 懸賞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牧羊懸賞 啊 這國下好懸賞令 唉唷 誰可以告訴我 這是什麼鬼東西 怎麼叫懸賞令啊 算了 補鏈地也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有一個了 我就放著 總之如果我們要進入到 就是 深邃的黑暗的話 我們會需要準備鑽石喔 然後拿著鑽石對這個東西 點右鍵 應該就可以進入了 反正就是一個 新的傳送門的感覺啦 來來來來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啊 光明與黑暗 我直接放在家裡好了 應該是可以的吧 還是要放在最底下 不知道 總之我們先放在這邊看看好了 看看能不能用 喝 啊 果然 他說我們要 在基岩附近吧 放在基岩層應該就可以了啦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趕成這樣就是 我覺得趕成這樣子沒有比較好啊 而且我現在主視界下方超危險耶 就是到處都是破洞你知道嗎 超恐怖的耶 基岩應該還是有啦 但我要小心讓自己不要掉下去 這個是基岩 我們放在這裡看看 喔 成功了 然後接著的話我們這邊就要重解喔 這個任務是 叫我們要進入到深邃的黑暗 我傳到一個奇怪的位置耶 他這整個世界都改了是不是 更深邃的黑暗 我們的小地圖怎麼很難起作用的感覺 欸 重點是我要怎麼回去啊 欸 老師用 我這是要怎麼回去 我不知道欸 欸 那我總之我先用環珍物好了 這邊還有一本書喔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喔他還給我一個BB耶 這是幹嘛的 喔他說這個東西可以在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尋找洞窟的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BB 然後這本書就是 我們進到這個世界給我們的數碼 我們稍微看一下 呃 歡迎來到就是 不一樣的深邃 更深入的黑暗 然後 呃 好像不是很重要耶 總之他是說我們這個區域的洞窟很少見 但我們可以使用小地圖來定位他們 重點是我要怎麼回去啊 你要告訴我怎麼回去啊 欸 下一個任務是什麼 殺死這個地方的怪物是不是 殺死 OK我大概了解了 所以說我們要繼續找啊 所以說我們要繼續找啊 喔這什麼東西 他給我的獎勵是 喔就是回到主世界去的欸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在這邊冒險是不是 蛤這個要怎麼用啊 蛤 誰可以告訴我這個東西怎麼用 他就BBBBBB而已啊 BBBB到底有什麼屁用啊 欸 欸這小地圖有沒有用 我目前這個小地圖就是看一堆黑黑的而已啊 欸沒有這邊感覺有東西欸 我們應該走這裡才對 這個地方出去 喔鑽石 唉唷爽喔 喔 什麼東西 我直接挖出鑽石磚這什麼東西啊 哇 這邊這麼爽的喔 這應該不是我的 鏟子 的效果啊 幸運3應該沒這種效果才對啊 哇來這邊超好賺欸 哇超級好賺那種欸 我的天啊 然後這邊是變得比較沒那麼噁心的啦 就跟我們上一版的這個地區比起來 這邊看起來是漂亮的許多我覺得 總之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應該就是 往有紅點點的地方走吧 有紅點點的地方感覺才會有就是 洞窟嘛對不對 而且我們現在真的吸不起東西的好處很多欸 欸我挖幾點呢 就是我這些東西就是我這些石頭都不會吸嘛 然後我的那個格子又超多欸 好爽喔 超爽的欸 哇然後這個地方是怎樣 這應該不是我的套裝效果吧 為什麼我挖礦會直接噴鐵錠啊 還會掉鐵磚欸 這裡的東西這麼爽的嗎 特別好噴東西欸 欸好爽喔各位 我一直噴好糠的欸 超爽的 感覺我之後鐵支援什麼的 礦物支援不夠就直接來這邊魚骨就對了嘛 其實搞不好還可以騎龍魚骨喔 但這裡目前太小了 我怕我會被龍擊死 結果不是了 欸各位觀眾 我們竟然在這邊聽到很奇怪的怪物叫聲欸 感覺離洞窟很近了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到 上面應該就是了 我現在就繞著這邊上去有沒有 看一下這邊 挖到了 就這個地方 挖出來了欸 喔這邊會有那些奇怪的殭屍 一刀讓他死有沒有 這樣有解到任務嗎 沒有 我們要找的是這個 是你嗎 他們一直釣他們要的東西給我 但我都不要 欸目前好多粒子笑回來 我用這把劍砍了 我一直冒煙喔 這樣超不爽的欸 而且我都是砍一下他們就死啊 欸欸 欸欸欸 我現在看不到畫面了等一下 現在是怎樣 現在怎麼一堆怪衝下來 超多怪衝下來 各位 等一下啦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一堆人啊 我完全不知道我砍了什麼東西欸 欸幹什麼幹什麼 我有時候在想我要不要把栗子笑我關掉 你知道嗎 他們這些真的好雜好亂喔 然後我好像有看到他們有釣一些不錯的裝備 有一些那個 有前綴的裝備的感覺 到底在幹嘛 我現在就狂砍欸 我相信各位都不知道我剛剛砍了什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 唉唷 欸這把跟我這把很像欸 欸這一把是鑽石鏟欸 這個工具可以一次性破壞一乘二的方塊 啊 範圍挖掘我看看 我看看 欸真的欸 那我希望他更好一點 喔 欸這把很好欸 除了他又壞之外 這把其實很好欸 這把其實很好欸 啊這個呢 啊 敏捷血烈折鐵劍這把是怎樣 他的攻速超快嗎 好像其實還好 但算快了啦 喔唷 這個地方超黑欸 我還看到我大家伙在上面跑欸 這隻 這隻就BOSS了吧 喔好痛喔 哇靠 欸這那一隻怪怪的傢伙一樣痛欸 什麼鬼啊 那我現在又要下去了 啊怎麼了 他說已經損壞了 然後我們要修復他 用一個奇怪的東西修復他 喔 他好像說我們要用黑曜石修復他 是不是 太麻煩了吧 直接讓我進去不好嗎 我還要找黑曜石修他欸 不過還請拿那個 我的箱子也還有黑曜石 直接帶下去修 不知道一顆夠不夠欸 還是要很多顆啊 我是不確定欸 修 喔一個就好了是不是 然後我拿著有什麼東西 不知道 管他的我要先 啊還要準備鑽石啊 他只是修好而已 我每進去只要耗一顆鑽石 是不是 超麻煩欸這個東西 啊在那邊盡量不要死好了 死了很麻煩 來來來啦 走 先把我東西撿回來 來來來來 請你把多的資源還我 轉移 好可以 我現在還是有點怕這裡的 我稍微繞一下好了 繞一下 不然有一點難受啊 我看能不能直接先走到牆邊 好不好 走到牆邊才能夠砍的 快樂的砍 喔 目前這樣子OK的吧 我看到他被有個怪怪的欸 欸欸欸欸我中毒了 我還失敏欸 什麼意思這邊失敏 還有怪人跑進來了 欸什麼啦 到底是幹嘛啊這邊 這邊是怎樣 而且我有無限失敏 各位知道嗎 我現在無限失敏欸 我一定要先想辦法幹掉他對不對 喔殺掉了 啊任務完成 什麼意思 喔就是他是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解了什麼 總之我拿到這個就可以回去了 但我自己還沒有要回去了 喔又來了又來了 這個不就是那個嗎 之前我們打過的BOSS 那隻超強的怪 哇 什麼東西四星 超級殭屍欸 難怪這隻那麼強 我在看到四星怪是怎樣 我在讓他扣起來嗎 不知道 但他在拉我 你給我去死好不好 去死 殺掉了殺掉了 這目前應該是還蠻安全的了吧 我看到那些泡泡我好不爽 欸我現在無限失敏欸各位 現在是怎樣 到底誰還有無限失敏啊 喔我真的覺得這邊好痛苦喔 一堆漆黑這是要別人怎麼看路啊 我這個有沒有點燈都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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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幹嘛啊 我現在就只能看小地圖有沒有人朝我走過玩而已你知道嗎 啊 喔目前有隻怪怪的傢伙完了 那隻是大boss欸 我們慢慢走 他應該聽不到我們 小心點小心點 是不是看他我就會失敏啊 他好煩喔 我現在就這樣走路走路 他就會聽到我的聲音走過來喔 欸欸 哇他聽得到我聲音欸 我現在就在那邊砍他 過來啊你這個垃圾 過來啊 欸他跑掉了 我現在狂砍他有沒有 耶 任務完成到底在幹嘛啦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解了什麼 金蘋果和一個經驗 這到底在幹嘛啊 如果只是一些小怪倒是很簡單啊 但目前就是太多那種超強怪了 喔 我本來就不知道我打的是什麼東西了 喔怎麼 我現在畫面是怎樣啊 我到底解了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欸 什麼啦 喔就是這個是不是 他說 這是一個恐怖遊戲嗎 就我觸發一個奇怪的 奇怪的特效 所以目前這邊就只有這樣子嗎 喔等一下我遇到他了 欸他好噁心喔 他長得超噁心的 我被摸到就快死了 完了 好恐怖喔他 各位 他超級恐怖的欸 什麼啦我到底解了什麼啦 你們有人可以告訴我到底解了什麼嗎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知道差異你知道嗎 我就砍了四隻感覺上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結束了 是怎樣啊 他給我預隨定欸 欸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解了什麼欸 你們有誰可以告訴我的啊 我感覺我做的差不多事情啊 我把這個洞窟都點亮了你們知道嗎 目前超亮有沒有 所以我到底來這裡幹嘛的 就是為了體驗新的怪物是嗎 然後可以來這邊挖礦 那些礦超爽 阿其他就沒了是不是 至少他還躲著一隻 去死 OK那 其他進度還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啊 但感覺都不是很有趣就是的 我不是很想解 感覺都不太有趣喔 我們就直接回去吧 欸阿斯說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啊 這個是 黑暗與光明 就反過來 他說右鍵點擊黃金 就可以回到主世界 右鍵點擊黃金是不是 那我們先回到我們的那個奇之小屋啦 喔阿這裡怎麼有鐵匠老爺爺啊 哈囉 我是可以跟他換這些精靈寶石啊 但 真的有必要換嗎 我其實蠻好奇矮的可以幹嘛的欸 不然我們換一下好了 我要換一下 我直接跟他交易了 他給我很多寶石 然後 你不是應該要開交易選項嗎 我這邊是還有一些啦 我再跟你換了吧 這樣你爽了嗎 我也沒辦法繼續再跟他交易啊 他就是只能換這種小礦 精靈礦石是嗎 精靈礦石我之前也有拿到啊 他是可以做什麼鐵針之類的啦 有知道的觀眾一樣的就是可以留言在前面告訴我啊 這個我就不去測試了 我現在就直接先回去吧 把我們的這個 黑暗與光明放著 然後使用黃金回去 等 咻 喔回來了 直接回到出生點欸 還醒了好不好還醒了 好啦那總之咻 我們今天也 呃完成 又完成了一個 區域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下一集 就可以繼續來解 我們地獄後面的任務了 這個我還沒有解掉 我們就下一次再來解吧 不過在那之前我可能會先想要幫地獄重置一下 畢竟 改了蠻多的喔 地獄直接重置應該會比較好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先按個字幕 我們再次請你